那Nuron的工作其實就是經營 這是個新的model 對 我們目前還沒看到其他家的AI晶片長幹 我們前陣子也開了一個夏令營 那這個夏令營基本上就是讓小孩來兩天 他就可以去玩這個AI相關的東西 這個蠻重要的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想要把AI就是普及化 我覺得這跟耐能的本身創業的這個初心是一樣的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來到我們這個曲博科技教室的科技最前線 我們今天要來專訪這個台灣非常特別的一間公司 這是紀古的公司 但是營運的主體在台灣 那很高興今天專訪到耐能科技的董事長Albert 跟我們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曲博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對 我想這個剛剛我介紹這個公司的時候 哇這個很特別 要請您特別介紹一下 到底耐能當初是怎麼成立的 那現在好像紀古也有台灣 好像其他國家也有 目前的狀況大概怎麼樣 我們最早是在Sendiego成立的 是 那因為團隊很多是高通出來的 因為我們有幾個高通的高官 還有甚至以前高通的VP 老高通就在高通大概有25年以上的 後來沒有多久我們就在台北深圳成立了分公司 其實前後應該都差不多兩個月 就美國一成立 沒多久台北深圳有成立 所以Day1其實就是一個跨國公司 所以經營起來是比較辛苦的 然後現在陸陸續續也在深圳 然後珠海 然後杭州 然後台北新竹 所以現在成就有6點 規模不小欸 有點辛苦 辛苦喔 然後飛來飛去 然後最近又碰到疫情喔 是 那Triple比較辛苦一點 那我們能不能稍微談一下 耐能主要的產品是什麼 我們其實主要是在做端的AI 端的AI意思就是說不用聯網的AI 聽起來好像並沒有什麼太特別 但它技術門檻是很高的 那它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說端的AI其實不用聯網 所以它的速度會比較快 就是說我如果要做判別 我要傳到網路再傳下來 這樣就慢了 對會有個額外的網路傳輸時間 所以它的執行速度會比較快 然後第二個優點就是說 它的這個隱私性會比較好 因為連到網路就會有可能 駭客駭到你的這個系統 那它就會知道在做什麼判別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因為 你不用付這個網路費 所以成本會比較便宜 那這三個優勢 其實各延伸出來一些很 關鍵的應用 然後說很需要速度的應用 它就一定會需要端能源 然後說自動駕駛車 自動駕駛車如果你要判別 前面有沒有人 你要把它傳到網路再傳下來 那你可能 太慢了 對你可能 反應不過來 對延遲一下你可能都把人撞死 那或者是你的車開到這個 下水道 沙漠 對沒有網路 那你就不walk 那就蠻慘的 那第二個就是隱私的話 像智慧家居 像我現在在跟大家介紹我們公司 如果家裡有個 camera 他發現我爸爸跌到了 他馬上送警告信給我 或者送警告信給醫院 就可以避免很多憾事發生 但這種AI如果都還要聯網 那有人害到你家 你在家裡幹嘛 跟老婆親親我我 這個也都會 通通跑出去了 被看光光 所以隱私性在智慧家居也是很重要的 甚至在工業製造 我一定不會希望我在製造的產品 或者我的客戶在我這裡委託製造的內容 會被其他公司看到 或者說會被駭客駭入侵 所以急需隱私性跟速度 甚至希望成本比較低的 其實我們這種端的AI就會很重要 那因為端的AI 他會很需要計算能力 對啊他怎麼解決 對因為AI其實在模擬人腦 那人腦其實有上億個神經元 那上億個神經元 這麼大的模型 如果你要建模的話 其實一般你要超級電腦 或者是很強的硬體 你才跑得動 所以我們要把它帶到端的話 就兩個關鍵技術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你要有一個很好的壓縮技術 可以把模型壓縮 是要縮小 對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有一個獨特的硬件 獨特的晶片 所以耐能才也做了自己的這個AI晶片 叫NPU New Rainbow Processing Unit 那它有別於CPU跟GPU 它是這樣子 就是說CPU其實它是一種晶片 在專門做Logic運算 那GPU它其實是一個特別來做遊戲 或者圖像處理 那現在NVIDIA股票那麼高 是因為NPU還沒有補給 所以大家暫時拿GPU來做AI 那我們就是真正為AI做的一個客製化的晶片 所以它的整個性能整體比 就是單位功耗的這個整體比 會比CPU、GPU 是提升到千倍等級的 對 所以它一顆就可以抵好幾顆CPU、GPU 所以才為什麼說我們可以再端 就是不用聯網就可以像端的這種 一堆上百顆的CPU、GPU的這個運算效能 我看過你們的晶片其實蠻小的 那這個晶片針對AI的部分 分成一般我們說所謂的訓練跟推論 對 它主要是做哪一個部分 其實這個NPU的架構 它是同時能做訓練可以同時做推論 它的訓練數據還有這個性能的整體效能 都會比GPU、GPU好這樣 那推論也是 只是目前因為耐能並沒有這種雲端的客戶 因為雲端一般都是大廠 像Google或Facebook這種大廠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focus在端的推論這個部分 是 OK 上一次來拜訪發現呢 董事長自己還寫書啊 能不能跟觀眾朋友 我還真的去買了一本來看 那個書還寫得不錯 能不能跟觀眾朋友也介紹一下你的書 當初是什麼狀況下去寫這樣的書 最早其實是前年 因為全世界AI其實是在1516年才開始熱門的 一般軟體熱門之後 大概兩到三年硬體晶片才會出現 因為都是演算法就是收斂的 大家才會為它做客製化晶片 是 那所以大家來推論一下 就是1516年假設AI軟體熱門了 那時候是AlphaGo的關係所以突然很熱門 那最快世界上有這個AI晶片發生應該是 1819年這個時候 對 那耐能其實是15年就成立了 所以我們有點像是在大家還沒有看到AI或是趨勢的時候 我們就在做 所以我們是17年的時候就推出了AI晶片 我們實際上真的非常少數 把AI晶片就是產品化 全世界如果你現在會推歷史 真正在世界上第一個或第二個把AI晶片產品化的 不是我們就是漢武器 因為在17年只有兩家公司 真的把AI晶片產品化 對那也因為我們很早就把它產品化 所以我們對這個產業的了解跟熟悉是比較多的 所以在17年的時候 科技部應該是邀請回來台灣 去開一些講座課程 然後在1819年 陸續在清大、交大、成大開課 那一開始我只是用PPT 其實我還沒有開課之前 因為我們之前就發一些論文 然後就美國或者是歐洲甚至以色列 就有一些老師 來問 有一些是很有名的老師 有幾個是I去過一份朋友 然後就在他的課堂教我們的架構 教了之後那個PPT就很多老師一直來問問問 然後問問之後他們又很想就是 要有教課書 對然後後來這一次在成大開課的時候 就被Push要盡快有教課書 所以就在天空飛來飛去的時候 因為我常常在世界各國飛來飛去 比較吵出來改了一個版本 結果沒有那個版本 從今年4月推出之後 應該是連續四個月都是天龍出席的銷售冠軍 蠻驚訝的 感謝大家的錯愛 然後後來因為真的覺得寫得太草率 就趕快又補了一本中文版 在今年7月 7月台版 我買的其實是中文版 其實我翻一下 能不能跟觀眾稍微還是講一下 他跟一般AI的書有什麼不同 現在坊間AI的書很多 是 這一本書還是比較偏向在硬體 我覺得軟體的AI的書應該非常非常多 但AI晶片因為世界上在做的公司少 即使你放眼全球應該也是不是第一個就是第二座的公司 所以寫的東西就是這五年來的眼鏡 還有在市場上看到的 我覺得它的特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它是硬件為主的 那硬件為主的市面上還很少這種數 真的很少 那第二個是它甚至是在理論跟實作上 就是我們是在裡面有把各家的AI晶片 就是做了一個分析 不管是大廠的Intel或者是NVIDIA 講說它沒有什麼優點沒有什麼缺點 那我們的架構 然後韓武器的架構 然後Google TPU的架構 那還有就是一些比較前沿的理論分析 然後也說為什麼這些理論到現在 要做成產品它還有什麼挑戰性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從學術跟商業上 還有這個技術上工業上 我覺得都值得大家去 畢竟是我們這五年來的心血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蠻多就是美美咖咖有在裡面被提到 還是蠻希望大家有空真的想要切入這個領域可以去看一下 剛剛Auber講到一個重點就是實務 因為我看過非常多AI的書 我要整理教材給這些非工程師的人上課 我發現大部分的AI教材最大的問題就是講了一堆理論 數學一大堆公式一大堆 但是到底這個理論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不清楚 所以我想這個書值得跟大家推薦 另外好像耐能也設計了一個開發版對不對 能不能也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開發版還蠻特別的 就是有當然跟大公司一樣的開發版 然後後來我們也做了一個很像USB當勾的 一個隨差即用的AI的加速器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我們的那個 看一下 對待會等一下看一下 對但這個加速器呢 比較不一樣的是 第一個它是塑膠殼 那別家都是金屬殼 代表別人加的比較熱 因為熱你才要用金屬殼散熱 對這代表我們功效真的很低 那我們其實有做到台灣的那個自愛水的核水錶 那個我們用的AI晶片 基本上它是三年不用充電的 哇這麼省電 對 真的很重要 門鎖你等一下也可以開 是一整年都不用充電 所以這顆晶片特色就是功效很低 那第二是它是世界上非常少數的AI晶片 是同一顆同時做車的市場 暗房的市場 然後可以做語音的影像的2D的跟3D的 它是可變的 它是一顆會變形的腦袋 所以單一顆晶片切入市場比較廣之後 我們就想說 那要不要把它做成一個更前沿的一個開發平台 這個開發平台是這樣 它很像Apple的這個App Store 然後也很像Google的這個Google Play 就是說大家可以上傳一個App 插入我這個Dongo之後 你可以去網路上下載一個App 然後呢它是即插即用 意思是說今天這台PC它是沒有AI功能的 那我插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讓它有AI功能 而且這個AI功能可以 因為你download不一樣的App 又不一樣 比方說我現在download是一個語音翻譯的 那我在講話的時候 它就可以依我講話的 然後在你的螢幕上打字 甚至把它翻譯好 對 那下個時刻我可以把這個拔起來 我在開車的時候 我車上不是有一個行車記錄 對 那它有USB才介紹 就把它插進去 然後我再去update一個那個App 它是做 新的App 對 然後這個App是做輔助駕駛系統的 那你在開車的時候 它就會如果沒有手交通規則 或者是很靠近前面的時候 它就BB叫這樣 所以它有點像是 誰聲 對 而且它是極插極用 可以讓你沒有AI功能的東西 賦予它AI生命之外 你可以換App 像我們的智慧手機 這個時候你可以下一個App 它變成魔術方管機 那下個時候 你再換一個App 它就變成這個手電筒 然後下個時刻你再換一個App 它會變成這個抓破Kima 這個遊戲機 那我覺得這個Dongo 當時開發的本意也是類似的 等於是AI隨身帶著走 你用什麼裝置都可以 但是這個App是耐能這邊開發 是這樣的 我們不是說我們有在學校開課嗎 我們也讓學生可以自己開發App上傳 然後它可以賣 然後學生也可以賺一些錢 那Neuron的工作其實就是經營 這是個新的model 對 我們目前還沒看到其他家AI晶片這樣幹 對啊應該是沒有人這樣做過 所以我們就是把AI晶片變成了一個平台 然後變成了一個APP Store 那我們就是經營著APP Store跟這個平台 然後這個平台 我們還把這個技術上乘的部分開源 就變成說即使你是一家非常小的新創公司 你想要有AI的能力 你也可以上我們的APP Store去找 有哪些App是你要的 那你就不需要建一個很大的AI團隊 那如果你是一個傳統製造商 像台灣不是有很多那種羅帽公司 那種精密儀器公司 那他其實想要把這些羅帽或這些精密儀器 去做AI晶片化 這些這個產線 但是他如果把整個產業店都更新 其實是很貴的 那如果這個機器上面有USB的插槽 你也可以買 然後去下載 找這個羅帽檢測的這個APP 然後你插進去 其實你的公司很老 你也可以幫你的公司做AI化跟數位化的生機 您剛說你在青大有上課 對 是資工還是電器系 青大是資工系 還有其他嗎 其他學校 焦大應該是電系 然後成大是電系 哇你這樣到處跑 現在還有在開這個課嗎 現在沒有 對我就想說你怎麼可能有時間 跑那麼多學校 也跟台灣人工智慧學校有合開 但是他其實都是分開的 就是說上半年可能在清華 下半年在教大 哦 所以還有合開就對了 對 然後而且有找一些老師一起合開 不可能一個人 開這麼多 這太累了 本業還是經濟公司 各位這個觀眾朋友 如果剛好有在學校讀書 或者在附近 或許還可以去聽 剛剛也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後來那個教材 有寫到中學 然後我們前陣子跟台積電 還一起弄了一個小孩的小學 小學就可以做這個 對而且我們跟台積電一起去偏鄉 就是台灣的一些偏鄉 去做一些慈善 去幫那些小孩 教他們AI 所以我們的這整個開發環境 真的是弄到就是 我們前陣子也開了一個下令營 那這個下令營 基本上就是讓小孩來兩天 他就可以去玩這個AI相關的東西 這個蠻重要的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想要把AI就是普及化 我覺得這跟耐能的本身 創業的這個初心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想把AI簡單化 普及化 然後每個人你都可以定義自己的AI 而不是大公司去定義 像為什麼AI是人臉識別或語音識別 是因為Google或Facebook的這種大公司 他同路的資源去做 但其實他應該是要更普及的 就像當年的智慧手機一樣 智慧手機其實 他之所以普及 就是因為他把App Store開放了 是 什麼應用都可以 對 即使你不會寫程式 你也可以下載一個App 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機 就是有各種功能的智慧化這樣 OK 聽起來非常好的方向 那最後能不能給觀眾朋友 年輕人要創業 您有沒有什麼建議 首先要先 想清楚 對 不要這麼想不開 因為還蠻辛苦的 那其實要知道自己吧 先了解自己是不是適合創業 你能不能簡單分享 你覺得在你創業這段時間 哪些是你覺得最辛苦的 大家要特別留意 我剛開始創業出來 其實是被同事騙 所以最後就出來創業 那創業之後我覺得 可能我以前本身是工程師 那工程師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 做工程人其實你會有個盲點 就是一加一一定的二 對 然後數位訊號輸入的時候 得到數位訊號輸出的時候 一定是一致的 可是 創業之後其實你需要接觸的是商場跟人 你會花很多時間在跟人相處 想溝通 對 你甚至組織團隊你要管理 那你要跟客戶 你要跟投資人 你要跟投資人 你要跟投資夥伴 那些都是一個很難控制的量 人就是人性 人 是今天給你的訊息 跟明天給的一樣訊息 答案可能會是不一樣 是 對 所以我自己是蠻掙扎的 然後才慢慢適應的這些商場的 或者是管理的一些 我以前所不懂的道理這樣 對 那我覺得應該是說 不管是要做什麼事 不見得也是只有創業 就是說 不能侷限自己 然後要能讓自己 不斷的成長跟學習 我覺得所有的創業公司 其實它都不是 商業公司 也不是科技公司 它是一個學習公司 包含創辦人本身 是要一直不斷學習 是 我想今天非常高興 來專訪這個耐能智慧 因為坦白說 我看過非常多新創公司 但是能夠做到這樣跨國 剛剛念了好幾個地區 包含美國 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那今天非常感謝 這個耐能智慧的創辦人 Albert來幫我們講解 歡迎各位每週準時收看我們的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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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